現在見證什麼奇蹟的時刻 哇!好好看耶! 歡迎來到我們又敗家實驗室 今天要為大家開箱的是 國家地理地球科學套組 那我們看一下地球上面有哪些科學實驗吧 首先呢,這個地球科學套組呢 有超過20個配件 然後裡面包含4個實驗的說明書 不記得喔,都是英文的 所以小朋友可以邊學習呢 然後邊查英文單字 再來呢,有一本 使用手冊 然後這個使用手冊裡面就會講一些 有些琥珀或是水晶 或是火山的一些原理 所以小朋友可以邊看一下 然後再來呢,有一盒水晶 這水晶呢,裡面有8個 然後你可以拿這個放大鏡 然後仔細看一下它有什麼不同 然後可以查一些水晶的種類這樣 還有一些細小的粉末 所以記得,就是家長不要讓小朋友自己單獨使用玩這個遊戲 不然怕會發生危險 那我們現在材料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就現在要進入我們地球科學的部分吧 GO! 好,接下來我們來挖掘金塊囉 準備的材料有 鑿刀 挖掘的金塊 因為挖掘當中會有一些細粉、粉末 所以口罩、護目鏡或是盤子 然後就自己準備囉 然後如果挖掘當中呢,覺得很困難的話 可以加水軟化 那我們現在開始開挖囉 天啊! 這巧克力嗎? 完全 再哈囉 有了 回去那手會不會太刺 換你挖挖看吧 太多了 太多了 這個醃水 好,那我們挖出來這個叫做黃鐵礦 如果它純度很高的話 會長得很像黃金 所以它又叫魚人金 就是魚人節那個魚人 然後看一下我們學習手冊上面呢 就展出它的圖片 所以小朋友可以對照看一下 然後呢,因為這個水晶礦石啊 是水晶分配的 所以每個人的結晶體會不一樣 小朋友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每個人挖到有什麼不一樣有趣的水晶呢? 好的,這個實驗要用到熱水 所以家長記得全程陪同 在旁邊協助 那我們現在先介紹一下這個實驗需要的材料 首先第一個呢,是成長粉 水晶成長粉 再來第二個呢,是結晶體的種子 再來第三個呢,是它附的培養盆 還有攪拌棒 然後首先呢,我們先將成長粉開 然後呢,全部給它倒進黑暗盆裡面 嗯,很美耶 蛤?我以為它是那種粉狀耶 它看起來有點結晶的感覺 水晶水晶感 它不是那種很像泥土的那種綠色 然後再來呢,我們加上我們的熱水 記得喔,不要超過這個線 它上面有這個線 不要超過 然後再來呢,開始攪拌 因為它粉很多 所以呢,大概要攪個1到2分鐘 讓它均勻 好的,我們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就先讓它冷卻10分鐘 好的,那我們確定不燙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結晶體的種子放進去 它長得很像 亂糖耶 好,我們要放進去囉 然後呢,再來這個實驗呢 需要把這個 就是它的結晶體的種子 靜置3到7天 這一段時間,小朋友可以拿手機拍照 就是你知道它成長日記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培養小朋友的耐心 然後也可以重溫 小時候家長有玩問小番薯這樣 所以讓我們期待一下 7天之後 它到底會成為怎麼樣的水晶 嗯 好 接下來這個實驗呢 需要準備兩個不需要空的寶特瓶 然後記得把它們上面寶特瓶蓋都取下來 之後接下來呢 這個下面這個環我們要把它剪掉 好的呢 我們將其中一個寶特瓶加入約三四分之三的水之後 再鎖上它給這個藍色的 把它鎖成 然後呢 把另外一個寶特瓶 搗蓋 鎖緊 不然等一下水會溢出來 然後檢查一次兩個都鎖緊之後 大力的 雪可以像我們的拍水 看一下有沒有龍捲風形狀的感覺 漩渦狀 好的 其實這種漩渦狀在家中其實很常見 可能在那個排水孔或是浴缸 把水漏掉的時候會有這樣的形狀 然後小朋友可以找到家中還有哪邊會有出現 像龍捲風一樣形狀的水 在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最後一個實驗火山噴發 然後呢火山噴發我們不是只是看它火山噴發 首先無中生油我們先把火山做出來 來準備材料有三片它送的火山 再來是底座 橡皮筋 我們先把火山固定好 然後它這邊有卡榫 然後讓它對卡榫 然後呢橡皮筋把它套起來 對好之後呢就可以進行下一步囉 接著呢準備一個不要的碗 最好是一次性 接下來這個水記得加250毫升的水 然後呢我們將我們的粉來打開 開始攪拌 好的那我們要倒入我們的模具當中囉 然後呢稍微給它用均勻一點 你看然後旁邊 流出來這裡 小朋友記得齁 最好是用個什麼 給它墊布給它墊子 然後給它用均勻 然後呢接下來呢要靜置30到45分 好我們現在就來看我們的火山灰模有沒有成功 然後呢材料包有附贈 紅、黑、黃三種顏料跟一支畫筆 但誰說火山只能有這三種顏色呢 所以我們自行準備了其他顏色的材料 然後小朋友在家也可以自行準備喔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上色吧 有沒有像火山 很可愛耶 還溫溫的感覺耶 好像美術系喔 哇真的很像火山耶 很可愛耶 好像富士山的感覺 畫一畫時間 好我們就用個七彩的 這有點灰色的那種感覺 顏色蠻好看的 黃色 喔然後你們小朋友可以調色 然後玩那種色彩學什麼 紅色加黃色會變什麼色呢 火山噴發的樣子 綠色加藍色 好像回到小時候 好像什麼山水化的感覺 森林火山 然後 喔 對耶有道理 其實很快就完成了耶 因為它火山沒有到非常大面子 對啊 欸蠻好看的耶 就那種七彩的感覺 好了那我們現在就畫的差不多了 然後因為它靜置 如果你要自然風乾的話 要一到兩天 我們想要讓它加速加中的 吹風機 或是烤箱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送進烤箱囉 登登登 那這就是我們的火山 然後現在呢要給它增加一點內容物 首先拿出我們材料包 A粉跟B粉 然後呢 把它剪開 倒在一個容器裡面 所以要先準備一個容器 來然後另外一包 好像辣椒粉 然後把它均勻給它 大概給它混 混合一下 混合一下 然後呢 我們就加一起 好囉 接下來我們要加水 看一下它有沒有什麼樣子 現在見證什麼奇蹟的時刻 哇 很好看耶 這就是火山噴發的樣子 然後如果你覺得啊 它噴發不夠多啊 我們加更多 我們看一下它 欸其實它 蠻不錯的耶 很厲害耶 很有感覺耶 有看到嗎 哇 哇 而且它顏色很鮮豔耶 好的 所以在家呢 噴得全身都是 這是非常激烈的火山 然後在家呢 小朋友可以自己動手玩玩看 有關火山噴發的樣子 好不好 GO 喜歡這個產品的話呢 可以查看我們下方的資訊欄 然後如果呢 有喜歡其他科丸的話呢 可以留言給我們 讓我們從一些實驗上面呢 獲取一些小知識 然後最後呢 喜歡影片的話呢 幫我們訂閱按讚跟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